我是小琴画画 我们今天就开始学画这个麻雀 麻雀的又名叫瓦雀 它是比较小型的鸟 淡型的身体 颜色也比较朴素 它上面有斑纹 我们画的时候要注意它的外形 那我现在我们用这个 因为它身上有这个色彩 它的色彩比较朴素 我们一般是用灰褐色 把它调成灰褐色 我现在拿的是白云笔 生鲜纸 我现在调一点褶石 褶石里面加一点墨 就变成褐色了 我们就用褐色来画小麻雀 调了稍微多一点 调了稍微多一点 好了 差不多了 我就再加点这个墨 加一点墨 因为它是褐色了 所以说我们要用褶石 加点这个墨就行了 画麻雀呢 我们要掌握一些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就是说呢 是一点三线 头是一点 我现在往里头调了 我们现在画头 先画头 头呢 是侧峰用笔 侧峰用笔 画的时候呢 一点先把头部画出来 侧峰比较重上 你看 侧峰用笔 一点 完了以后呢 然后三线呢 它有把那个羽毛给画出来 就是它的这个什么呀 围雨 按下去 然后还有 这边这个翅膀 侧峰啊 都是侧峰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要把那个什么 蘸一点这个墨 浓墨 稍微蘸一点 不要太浓了 也开始不要太浓 因为它身上有斑点嘛 花纹 花纹我们画的时候呢 可以点它几下子 趁着没有干透 点它几下子 这样呢 它这个 点几下就行了啊 然后我们再转浓墨 我们再转浓墨 画它了这个翅膀尖 很重的墨啊 很重的墨 然后呢 把翅膀尖给画出来 翅膀尖画的时候呢 你可以先画这个也行 先画这个都可以啊 我们先画这个啊 按下去 你看 画成个弧线啊 这个翅膀尖 然后 我们接着画这个翅膀尖啊 这个 画的时候也是这个 你看我刚才是这样用的 我现在倒过来了 排着对对 但是一定要是弧线啊 弧线 最后呢 就是画它的围语 围语也是两笔画成就行了啊 好了 这个画完以后呢 我们可以再换一支笔啊 我们画什么呢 我们画它的腹部 这个腹部吧 我可以选一个稍微小一点的提头笔也行 小白云也可以 啊 用什么呢 我们用淡一点的 淡一点的墨 或加一点折势都可以啊 很淡的 它的腹部是灰色的嘛 我们从这个 从这个嘴下面啊 从它嘴下面 我们往后画一个弧线 哎 往后一走 你看 这个都画出来了啊 最好是不要让它跑得太狠啊 不要跑得太狠 好 那最后一步呢 我们就该画什么呢 对了 画嘴巴 还有眼睛 用稍微浓一点的墨啊 稍浓一点的墨 嘴巴给它画出来 我们画个张的嘴巴来 比如啊 哎 点上眼睛 直接把眼睛点上去 并且它这个 塞下面有个斑啊 这个在嘴巴也画一下 把它画成一个张着嘴巴 后面呢 我们添上什么呀 我们添上它的那个 爪子 好了 这个小麻雀就画好了 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